这20年前的生存验情的遥控摩托 还能正常把玩吗 我还是很好奇 那本期视频就来看一下 但是只交这一个 内容有点单一了 所以再把这款fights的遥控车一起看了 这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么更呀 看在我这么用心的份上 兄弟们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吗 两款都是开装式的包装 内容都是机车的主体 遥控器 fights中还配了充电电池和充电器 验齐机车的主体为了兼顾遥控的玩法 所以在比例和结构方面进行了调整 比如说在前轮上装了弹簧 侧面加了这个配件 在倒地的时候不会刮到侧面的漆 整体看这个比例还是可以的 就是人物的比例稍微大了一点 还有就是这个披风哪里去了 速度太快跑丢了吗 波动这里把电子舱取出来 装入4节5号电池 遥控器中装入9伏的电池 启动开关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动力非常的强劲 这一瞬间还让我热血沸腾了起来 往后是刹车 轮子停下来以后 还能很明显感到 内部有一个类似于平衡 或者是陀螺仪的东西 在继续转动 左右波动前轮也是有明显的转向 起跑的方法就是提起尾端 安动10秒以后稍微往前推就可以行进了 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呀 但是在此之前还是先看一下 德尔塔机车喷射滑星车 这夸张的科幻机车造型 可以说是那个男孩子 这两个差不多 所以如果单纯买个机车 配个比例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最大的卖点是它的遥控玩法 打开电池盖 装入充好电的电池 遥控器也是装入9V的电池 前后按钮 操控两个轮子外圈轮胎的转动 我这效果很棒啊 按下左右键以后 就会发生奇幻的事情 轮子会横向转动 通过轮胎侧面与地面进行摩擦 使车体发生偏移 从而转向 这种转向系统 虽然在现在很常见 但是你想想呀 这个可是二十年前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还在玩尼巴 上次的这两按键 按动以后 前后轮子会反方向地转动 大家猜一下 这个有什么效果 那自然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了 那么废话不多说 为了演示最好的效果 我也是来到了附近最豪华的商场 这地方肯定够大了吧 不过射死也在座难免 首先出场的是夜骑 三二一 它跑起来了 可以看到起步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六七米以后明显不稳了 我在想是不是地面太滑的原因 换了其他地面以后还是这样 哪怕不转向 也是会往一侧倒 那经过了多次的调试 也看了其他朋友的视频 这个没办法像摩托车一样操控 属于是花了160元 卖了一个模型了 给兄弟们排累了 那贩子这边表现如何呢 那是相当的优秀呀 那无论是行进的速度 还是按键之间的切换 还有各种花里胡哨的技能操作 都帅气十足呀 360度远地旋转 直接切换直线行驶 各种旋转飘移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二年前的老玩具 如今还能有如此的性能啊 牛逼了 直接让我冲射死 变成了射牛 商场里最靓的仔 不多说了啊 我继续玩了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治剑员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